其实我觉得骨灰这件事 是牵涉到先人 甚至是真是人神共愤的 不应该去挟持这个骨灰事件 昨天在红磡曲街 一间殡仪公司的门口 有大量市民聚集,大排长龙 报料观众阿强也是其中之一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那个先人死了之后 整个殡仪程序要上位 所以暂存在殡仪业的店铺 当时我想拜我爸爸 就联络了经纪 经纪就告诉我 A股东和B股东交收钱 在瓜葛 而当时他拉闸,停止运作 不让我们进去拜 甚至拿骨灰、食环和警察部 甚至有区议员加入 想拿饭跌骨灰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要一连串程序 事前都要去民政事务署宣誓 因为那个版主要我们 去用这个程序 证明了我给那块钱的B股东 宣誓了,整个流程都完成了 然后他就给我们那天去拿 你去到那天 目测有没有其他人都想拿骨灰 有多少人 30个家庭以内 阿强最终成功拿骨灰 不过就不是个个都好像他那么顺利 前面有一群人 有四个已经拿不到 后面有些人都拿不到 那个版主永远是 不知为何 找很多理由和原因 刁难 他说 我觉得你这张宣誓纸是假的 但在情理上、法理上 完全都不合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次事件发生 阿强估计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A股东和B股东的利益 瓜葛交钱交收不到 交了钱给B B的交不到给A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目前涉事公司的铁杂 贴了一些通告 分别是由律师事务所发出的 一张告示纸 执达主任在5月16日 成功收回这个物业 殷儀公司 将立即停止所有业务运作 另外还有 铺内物品 已作植物 非请勿进的字据 而殷儀公司 也在6月发通告表示 内部装修即将重新开业 上面还留了一个联络电话 我们尝试打去求证事件的真相 请迟一点再打过 我们就尝试找涉事的殷儀公司 但一直都找不到他们 有些人可能都未知 自己的骨灰被人挟持了 我们不是要搞事 要解决问题 希望帮到辅助 拿到骨灰 我们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